苏花公路山壁旁停了好几辆的救护车跟警车 原来不久之前这里才发生落石砸中车辆的意外 这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卡在山沟 车子左前挡风玻璃严重碎裂 24号下午5点半左右 69岁的理性男子开车沿苏花公路背上 在经过崇德隧道北口后 一颗20公分大的落石 先是砸到地面之后弹起来 直接砸穿轿车的前挡风玻璃 不偏不倚就从驾驶座砸下去 离世男子头部受到重创昏迷 受困在车内 消防人员获报马上赶到现场救人 施以心肺复苏数 并送往花莲慈激医院抢救 但还是重伤不治 至于详细的噪音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